看看新闻吧 话说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的第一季啊 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了 接下来恐怕就只剩下没几期节目了 不过越是到最后啊 节目组吓得了越发的猛 上周的这个换爸爸就让人看的是目瞪口呆 通过换爸爸的考验呢 孩子们都得到了磨练 那么爸爸们呢 他们到底做何感想呢 所有的小朋友 要交换新爸爸 林志颖 森迪 郭涛 Kimmy 王月伦 石头 田亮天天 张亮 Angela 新的父子父女档横空出世 萌娃们表情各异 而此刻爸爸们的心情也同样打响敬听 应该是没有问题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能在女汉子跟爱哭鬼之间 自由切换模式的森迭 跟总爱黏着老爸的 Kimmy 无疑是本场最受关注的两个娃 他们的新爸爸林志颖跟郭涛 也面临了最大的考验 一上车大概一分钟 我就跟他玩了 玩了 玩了 好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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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看到这里我们只能说 小智啊 你猜到了故事的开头 却没有猜到这结局 找爸爸 等一下爸爸说要来一号找你 是不是 真意 然后就一直哭着来找爸爸 我就开始知道这个慈祥的父亲真的不好当啊 虽然使劲浑身解数 但Sindy的枯功最终还是让林志颖败下阵来 相反的 Kimmy的表现却让人非常意外 郭涛和 Kimmy 应该在这里头是最难搞定的 怎么办 郭涛跟林志颖的担忧并非孔雪莱风 因为这些画面相信每一个看过节目的观众都记忆有形 果然 Kimmy跟新爸爸郭涛的相处一开始并不是太愉快 竭尽全力想要讨好新儿子的郭涛在 Kimmy的眼中 简直就成了怪叔叔 这情景怎么那么像大灰狼跟小白兔呢 然而再躲闪了几个回合之后 小 Kimmy开始逐渐接受了这个长得有点粗犷 但却很有善的新爸爸 有没有 有 没有了 跑这里来了 我没有屁眼睛的 我们比赛看谁先睡着好不好 好 郭爸爸 你跟郭爸爸回去打包 Give me five See you See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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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想到我 太意外了 当天一讲完 立刻就给带走了 而且还没有问题 而且还好这两个人还变得还蛮好的 说这个小 Kimmy我觉得大家都其实已经看到了 他已经比较独立的能够完成一些东西了 这我觉得这是真的这是这个孩子最大的进入 王月轮 王月轮和石头 而郭涛的儿子石头则遭遇到了在厨艺上已经达到了某种境界的Angela老爸王月轮 虽然做什么不像什么 连煮碗面都会把盐放多了 但石头似乎还是很满意这个爸爸的 因为明天我再跟你待 待到晚上然后就爸爸又陪我了 你爸爸陪你多好啊 你不想爸爸陪你吗 我爸爸老是凶 爸爸也是也是为了你好也是爱你 在这个之前呢跟石头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单独的相处 对于爸爸来说确实是一个考验 也暴露了当中我教育当中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 担心吗 担心吗 担心什么 天雨楼 被封为小暖男的天天 不但跟新爸爸田亮相处愉快 还再次展现出了乖巧体贴的特质 而这一切都源于老爸张亮的尊尊教诲 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男孩子心这么细的 因为他自己就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们在外面也许夏天雨 我会拿我的大衣帮他遮一下 他说你爸爸你为他这样 我说爸爸要为你遮风挡雨 然后他就哭了 他眼泪也下了 他说那你能为我遮风到一辈子吗 我说也许不能 我说那等爸爸老了 你能为我遮风到一辈子吗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导师 天天的善解人意 与好爸爸张亮的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 而除了教子友方 张亮的厨艺也为大家所津津乐道 让我们赶紧来见识一下他精湛无比的刀工吧 准备好吗 好 来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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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切着的话我可以跟大家讲话的 OK 好 就比如说大家今天有没有吃饭啊 你看着点你别激热手啊 不会不会 天天现在在哪呢 天天今天在家上幼园 这位厨师好浮夸 哇 一点点好了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这个亲近男神 其实也有过一段无比心酸的过往 你做厨师的时候 有人说你很帅吗 没 没 是因为你那时候 我妈以为我找不到老婆 同学跟我开玩笑 就说张亮的脸型 就特别像一个啤酒瓶倒过来 这同学现在很后悔吧 我觉得是的 庆幸的是 张亮并没有因此失去了 事业上的追求 最终成长为了一名潮流界顶尖的模特 还把儿子天天也引进了欢寻界的大门 比如说上学 他都会自己拿衣服 我说我今天想穿这个 然后我想配这个颜色的鞋子 他会有主见 怎么培养他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有可能是 因为工作人员 因为我们家里面杂志很多 应该不下一千本 他小的时候就撕来撕去 然后呢 慢慢的我觉得 大了之后 你是不是也吃啊 请不吝点赞 总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